APEC台灣領袖代表張忠謀抵達曼谷 下榻雅典娜五星酒店 不僅有泰芳在門口獻花 更受到當地僑領們熱烈歡迎 三十位僑領盛莊出席 張忠謀則是從頭到尾 緊緊牽著夫人張鼠芬的手 這一趟APEC泰國行 外界關注的還是張忠謀 會和誰會談 還沒有見面 還是會見面 還沒有見面 我剛剛才到 張忠謀不願證實 有規劃會談 但也代表都有機會 因為十七號的雙部長級會議 與各國部長談得熱絡 你可以感覺大家對台灣的興趣 熱切度當然沒有問題 那有沒有打招呼 絕對有 他就在隔壁而已 日本就坐對面而已 再加上這一次APEC會議成員 和CPTPP有相當程度重疊 但鄭忠證實的確有積極爭取 台灣願意接受這個CPTPP的高標準 台灣是希望能夠加快 其他這個申請入會國的這個案子 我在這邊不便 identify哪些國家 但鄭忠不願點名哪些國家 但卻被公民性爆料 又和美國貿易代表戴琪談得很愉快 中間休息的時間 他跟戴琪這個很大聲 那個談笑風聲 然後對 笑得很大聲 所以是很互動非常好 對 我說在那個場合 不管那個場合 他們談了什麼我就不知道 何盡十個會員相談盛歡 但提到中國雙方零互動 就看即將登場的經濟領袖閉門會議 將中謀如何發揮 三項郭旬群青在泰國曼谷的採訪不到